从水中拉起一名女子 对方没了意识 远景大声求救 好的好喘 终于把人扶上来 转过时一名四岁女童站在旁边 看着母亲全身湿答答 炎炎一息 吓得不乏抑郁 状况就在14号晚间10点多 四岁小女童陪着34岁的母亲 到新美食淡水海边散心 没想到走着走着 妈妈突然不见了 女童好紧张 担心发生意外 立刻找出母亲的手机 打电话给爸爸求救 警销人员一开始用手机定位 定出渔人码头 但是定位只能查出大概范围 怎么找也找不到人 事后利用车变系统 追踪车牌行进路径 终于在一公里外的水管公园找到了 这个 你站稳 慢慢走 远景一手牵着小女童一边打电话给孩子的爸爸告知最新情况 那个先生我是派出所的 他已经救上来了 你不要担心 即使找到人 四岁女儿是最大关键 小小年纪记住爸爸手机号码打电话求救 锦销一道场全力展开救援 我们待会快一走 他爸爸在那边 心情不好的母亲带着女儿出门 吹吹海风 没想到尸子漏水 好在孩子机灵 察觉不对劲 拨通电话打给对的人 在夜深的海边就会移民 TVB市面上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